上的东西几乎全是夏剑喜欢吃的 这里可以说是把平都市的各种小吃搞了一个集合 全归在了稀饭的名下 这老板也太有才了 怪不得这生意中的火爆 看来自己确实傲的了 连这么好吃的地方也不知道 出了稀饭店已经到了11点钟 这时的太阳已没有先前的温柔 照在人身上有一种火辣辣的硕热感 夏剑看了一眼有点累的白如玉 小声的说 我送你回去 你得好好睡上一觉了 记着别忘了吃药 白如玉听话的点了点头 夏剑便在路边拦了一辆车子 把白如玉送到了他们的宿舍楼前 两个人才挥手告别 夏剑从白如玉的眼睛里能看出 她是多么的不想让她走 等赶到东林大厦时 已没了慕容思思的人影 郭美丽一看见夏剑来了 便跟着夏剑进了她的办公室 这办公室虽然自己也没有坐过几次 但里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看来郭美丽每天都安排了人收拾这儿 这让夏剑十分的高兴 一坐下去 夏剑便笑着示意 郭美丽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才问道慕容思思来过了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 非常好啊 夏总 你的这思路真的很新颖 从城市到农村 一路铺设 既能占领市场 也能方便村民 最重要的还是增加了销售 而且这种销售 不压资金 运营起来就有收入 我已经和慕容思思设定的装修方案 你要不要看看郭美丽说着 把手里的资料夹推了过来 夏剑摇了摇头说 这种事情 以后就不用找我看了 你们设定好就行 等店面一旦租好 立马派人装修 十五个乡镇 我要在同一天开业 哈哈 那太好了 看来又在平都市会掀起不小的风浪 郭美丽笑着说道 夏剑想了一会儿 忽然话题一转问郭美丽 你有没有发现 这平都市的房地产很冷门 感觉几乎没什么地产商在这开发 有同感 夏总不会是想在这也 郭美丽刚说到一半就被夏剑打断了 你立马下去考察 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上来 越是冷门 我们就越要搞 如果等别人都动起来的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参与了夏剑说着 站了起来 他拉开了身后的窗帘 站在高楼上 远远望去 整个平都市 除了市中心的几栋商业性大厦之外 全是一片低矮的就是楼房 看到这里 夏剑的脸上 无形中露出了笑容 看来他已嗅到了新的商业气息 下午两点钟 正躺在张王村村委会睡大觉的村长李贵平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他一边穿鞋 一边骂道 催命啊 敲这么急 等他打开房门那一瞬间 整个人都有点惊呆了 他半嗓了才说 夏总啊 哎呀 你可是尊大神 怎么进了 我这小庙 张王村和西平村是邻村 在西平村的西边 属于西川河的下游村 大约有五百多户人 两千多口人的样子 在平阳镇来说 属于大村 从他们的村委员会就可以看出 虽然是一排瓦房 但也有六七间之多 比西平村原来的村委会 可强了不知多少倍 哟 李村长 这睡得舒服啊 床都搬到村委会来了 你可真是张王村村民的好父母官啊 夏剑说着 身子一扭便挤了进去 他身后的赵洪和方方 也跟了进来 李贵平哈哈一笑说 哎夏总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我现在都丑死了 两千多口子人 给人家找个致富门路 每天都有人找我麻烦 这公事看来也干到头了 李贵平三十多岁的年纪 为人精灵能干 在平阳镇所有的村干部里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只不过这么大的村子 想一时半会儿干出成绩来 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一做好 李贵平便张罗着烧水 被夏剑挡住了 虽说这天有点热 但一看这么麻烦 夏剑心里想 还是算了吧 怎么样 蔬菜大棚也挣了不少吧 夏剑两眼紧盯着李贵平 笑着问道 李贵平常出了一口气说 我的个好夏总 你可是给了咱们张王村一个金饭碗 要不是这片大棚 我还真没法给村民交代 只不过我们的做法太不仗义 我相信夏总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苦衷 你有啥苦衷 只不过就是过河拆桥罢了 真不想跟你们这种人打交道 要不是夏总妃逼着我要来 你这金丸店我真不想迈进一步 一直没有说话的赵红 这是气呼呼的说道 把李贵平欺账大汉顿时闹了的面红耳赤 原来这张王村的几十亩蔬菜大棚 一直都是由西平村派人指导生产 从建大棚到前期的销售 都是西平村给帮忙的 当时还以股份的名义 加入了西平村农业合作社 谁知后来他们翅膀硬了 能够自己独立运行了 就找赵红要求撤股 当时差点没把赵红给气死 为了这事 赵红还特意给夏剑打了电话 可夏剑的一席话 让赵红毛色顿开 立马就同意了李贵平的撤股 后来想想也是一件好事 憋了好一会儿 李贵平红着脸对赵红说道 赵村长 这是确实是我们张王村做的不对 不过这是还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村子大 人多是杂 有时候我这个村长说了也不算 好了 这是不提也罢 我今天找你 有另外的事情要谈夏剑快刀斩乱马 把话题赶忙引了过来 要不纠结到这个问题上 有可能扯上一天 也扯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贵平呵呵一笑说 又是拿五十多亩和摊地的是吧 对我就是专门为这事而来的 夏剑开门剑山直奔主题 李贵平摇了摇头说 夏总 这是昨天赵村长已找过我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前些天你们村的网友发来过 要租这片地建工厂 而且租期长 租金也不低 村里几个领导都非常同意 所以我就第二天答应人家了 也就在这两天办理签约手续 赵红一听 立马火了 她不由地站了起来 一旁的夏剑赶忙示意她坐下 夏剑不由地看了赵红一脸 这个女人现在的脾气 可是越来越像她自己了 有一句话说 近朱者赤 近落者黑 看来还有点道理 夏剑微笑着站了起来 轻轻地走到李贵平身边 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李村长 我们每个村的发展都需要钱 可有些钱你是万万挣不得 就被子孙后代戳几两股的事 我相信你也不会干吧 呵呵 不就租个地吗 能有你说的这么邪乎 李贵平摇着头 一脸都不相信 夏剑哈哈一笑说 李村长 你能力不错 但是还得好好学习 我想问你 这工厂是做什么的 你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是做化工 或电镀之类的工厂 它可是有着相当大的污染 而你的这五十多亩地 正好在西川河边上 影响了下游村林的饮水 你觉得此事还可行吗 李贵平一听紧张了 他来他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化了 想的不就办工厂吗 你开你的厂 我收我的钱就行了 真的如果像夏剑说的一样 影响了下游村林的饮水 哪麻烦可不是一般的大 汗水从李贵平的额头流了下来 这可怎么办 前些天来的可是网友道 这人听说是副市长秘书 如果得罪了他 他这个村长也不好当啊 看着李贵平难为的样子 夏剑已看出了点端倪 他朝芳芳和赵红说 你们在车上等一下我 我给李村长说两句私心话 一会儿就出来 等赵红和方方一走 夏剑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李贵平站了起来 擦掉了额头上的汗水说 夏总 你猜的没错 我真的很难为 这块地 我是答应了网友到 是他带着他歌网友发来的 虽然没有跟我直接说事 但他来的意思很明显 你是聪明人 我不说你也知道 嗯 他现在可是副市长秘书 而你又是村长 感觉他比你官大 但你想过没有 他有什么权利来管你 你才是张王村的村长 有利于民的是你就做 反之就算是市长来了 你也不能坏了原则问题 夏剑的声音很低 便很有力 李贵平常出了一口气说 我哪能跟你比 你可以对谁都不理 可我不行 没有干出你哪样的成绩 说话不顶用 不挨骂就算是好事了 还敢跟人家对着干 听到这里 夏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 这可怎么办 李贵平给他的印象 还算是挺不错的 可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却为了保官 竟然敢放弃原则 看来从他这儿想夺回这块 目前的可能性不大 夏剑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步 轻声地对李贵平说 好了李村长 我也不想难为你 这是你自己好好想想 哪头轻哪头重 你应该知道 夏剑说完 便走出了屋门 就在他刚要上车时 李贵平忽然追了过来 附在夏剑耳朵上说 这是你从上面想想办法 我这里拖了不跟他们签合同就是 看来这人想通了一点 但还是怕得罪人 不过有这样的觉悟 已经不错了 夏剑冲他挥了挥手说 好的 我明白了 你先回去 刚一上车 赵红就追着问 这家伙是不是没答应 看来他是想一条倒走倒黑 哎 他也难做 这样吧 我们把你送回村子 就立马去镇上 这是要从上面动手 否则生你做成熟饭了 这是可就难办了 夏剑对赵红认真地说道 赵红看了一眼表 小声地嘀咕道 都快晚上了 还去什么去 明天去不行啊 夏剑看了一眼表 这才四点半 比晚上还早得多了 所以他装作没听到 只是要求方方把车开快点 一个折返 等感到平阳镇镇政府时 才五点刚过一点 夏剑不由的一阵暗笑 正在批阅文件的欧阳红 一看到夏剑来了 他慌忙站了起来 一面招呼他坐下 一面给夏剑沏了一杯茶 难得呀夏总 我这地方 你是来得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我人不善于交集 什么地方把你给得罪了 欧阳红呵呵笑着说道 夏剑不由的一阵高兴 心里想 不是在一起刚吃过炒面吗 不过哪天确实没有到他这儿来 夏剑摇了摇头说 你这地方 我看还是少来为妙 因为一来就要找你麻烦 哦 我还以为你是好心来看我 原来是又有事情找我 那就先说事情吧 欧阳红满脸笑容地坐了回去 把桌上位批完的文件收了起来 夏剑有点不好意思的 把他们租张望村地的事 给欧阳红详细地说了一遍 听完后 欧阳红摇着头说 这个网友道 也算是副市长秘书 受过高等教育 明白开工厂会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反正是他都已经这样干了 我们得如何应对夏剑笑着说道 欧阳红叹了口气说 这是我完全可以找市里领导 但这样做有点不妥 一来会丢了网友道的面子 二来也会让陈副市长难堪 这是我们得想的万全之策 夏剑想了一会儿说 我有个主意 不知合不合适 说出来听听欧阳红笑着说道 夏剑略犹豫了一下说 现在随着各地的发展 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这一块 随意性很大 你们应该以平阳镇政府的名义发文 所有流转出去的土地 所从事的开发项目 必须经过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核 这样一来 哪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就杜绝了 好主意呀 还是你的脑子灵活 我立马召开干部会议 把这是当成目前的重点工作去抓 相信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欧阳红说着 便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这女人说风就是火 和夏剑的性格完全一样 看人家忙着起来 夏剑也不好打扰她 却悄悄地退了出来 正准备上车时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夏剑一看 是姚俊丽打过来的 忙接通了笑道 姚总好 有什么事 啥意思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姚俊丽的口气非常的生硬 夏剑慌忙钻进车里 小声地对方方说 去贫都市 然后才笑着 对电话里大声说道 姚总好像气不顺 是谁惹你生气了 说出来 我帮你解气 别瞎扯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来接你 有事要跟你说 姚俊丽一反常态 这让夏剑心里不由地缩了起来 难道又是因为 酒店8106房的事 夏剑常出了一口气说 我正在往平都市赶的路上 大概六点多能到 你在什么地方 一会我来找你就是 好吧 东平路路口 我在哪等你 姚俊丽说完 不等夏剑说话 便把电话挂了 夏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又是出了什么事 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快承受不了 方方把车子停在东平路口 不禁对夏剑说 夏总 这儿环境不错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来 你是不是约了什么人 夏剑呵呵一笑说 你回去吧 晚上就不用管我了 我忙忙会自己回去 夏剑说着 便跳下了车子 方方把车刚一开走 姚俊丽忽然像个幽灵似的 从一棵大树后面冒了出来 把夏剑吓了一跳 她有点紧张地说道 姐呀 弟弟的这心脏快要崩溃了 不带你这么吓人的 且 大白天的 我有那么吓人吗 姚俊丽一脸的笑容 和刚才电话里的她 半若两人 夏剑不禁摇了一下头说 什么事 你快说吧 弄得人紧张死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到我家里去吧 姚俊丽说完 转身就走 她好像早都料定 夏剑必定会跟上来似的 看了一眼周周的环境 夏剑这才发现 原来这条路 是去姚俊丽家别墅的路 怪不得她一声不吭地往前直走 去就去呗 有什么大不了得 夏剑一想到这儿 便跟了上去 和上次不同的是 别墅内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 正在扫地 她一看到姚俊丽 便笑着问道 来客人了 要不要我进来帮忙 不用了 你可以下班了 记着出去时 把门锁上姚俊丽说了一声 便打开了房门 带着夏剑走了进去 客厅的茶几上 已摆好了丰盛的饭菜 还有一瓶带着英文字母的红酒 夏剑看了一眼 有点不解地问道 这是什么好日子 用得着如此丰盛 坐吧 吃顿晚饭而已 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 姚俊丽说着 示意夏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夏剑呵呵一笑说 你在电话里说 有事找我 不会只是约我来你家吃饭吧 你这人真没意思 难道吃饭的时候 就不能谈事情吗 姚俊丽显得有点不高兴了 但他还是往两个大玻璃杯里倒进了红酒 夏剑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这不说清楚是谈什么事 自己哪有心情陪你喝酒 夏剑心里暗说着 但还是接住了姚俊丽递过来的酒杯 好了 看你心神不宁的样子 我还是先说是吧 姚俊酒放下了酒杯 看了一眼夏剑 接着便说道 8106房的案子告破 凶手已经抓到 今天压着前来指认现场 什么 凶手也抓到了 是谁 夏剑一听 惊讶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姚俊丽失意夏剑坐下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 是个女人 叫汪丽花 四五十岁的样子 这人我认识 一直给人的感觉很低沉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手段 啊 是汪姐 夏剑不由地叫出了声 姚俊丽秀眉一挑 有点不太相信地问道 汪姐 你也认识她 和李娜是一起的 感觉在平都市 有一定的社会实力 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 最近还想入股 西平农业合作社 因为我对他们公司不太了解 所以一直拖着没有答应 没想到她竟然会杀人夏剑说着 忍不住摇了摇头 姚俊丽呵呵一笑说 算你聪明 如果她真入股你们合作社了 这次的案件 可能就把你也给拖进去了 这女人真的好可怕 一点都看不出来 姚总是不是知道整个案情 我想听你说夏剑着急地问道 其实她最想知道的 便是李娜的情况 但她不好意思直接问 姚俊丽微微笑说 放轻松点 我们先喝点酒 我再给你细细说来 我有个表弟在刑警队 这次主要负责本案 所以案情的大带内容 她给我说了一遍 因为这案子影响到了便捷酒店 夏剑这次没有急着问 她知道姚俊丽会慢慢说给她听的 于是便举起了酒杯 轻轻地和姚俊丽碰了一下 喝了一口酒的姚俊丽 这才慢慢地说道 前些天被杀了哪男子是个毒贩 她来本市的街头人便是你所说的哪个汪姐 而这个汪姐和百灵鸟的老板李娜 是一伙的 一个进货 一个销货 百灵鸟不但涉黄 而且还涉毒 什么 夏剑惊讶地叫出了声 她是听慕容思思说过 百灵鸟停业整顿的事 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李娜竟然从事着这样一种勾当 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 姚俊丽呵呵一笑说 是不是没有想到 不过更吓人的还在后面 你既然认识李娜和汪姐 更应该认识一个叫陈三强的男人吧 认识 曾经有点小过节夏剑说着 脑海里瞬间跳出了此人的形象 姚俊丽咪了一口酒 不禁呵呵一笑说 她也被汪姐和李娜做掉了 听说是因为分赃不均 好像跟百灵鸟的产权也有点关系 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 听到这里 夏剑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了地上 虽然这个陈三强和她不对付 但毕竟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怎么说没就没了 这个汪姐和李娜未免也太狠了吧 姚俊丽看了一眼夏剑 长出了一口气说 人为财亡 鸟为食死 这句话从古到京 一直都非常适用 这次汪姐杀哪男人 一是她对李娜进行性虐待 二是这男人在平都市 已经身份暴露 被警察盯上了 汪姐这是杀人裂口 你说了半天 这个李娜到底去了哪 夏剑终于没有忍得住 她还是问了出来 姚俊丽摇了摇头说 这女人更加不简单 竟然在警察的监控下 从她们的眼皮底下溜跑了 这给平都市刑警大队狠狠一击 听我表弟说 部分执行这次任务的警察 还因此是受了处分 你是说哪天晚上警察已经盯上便捷酒店了 夏剑有点惊讶地问道 姚俊丽点了点头说 是的 不过警察当晚也太大意了 只在前门不空 完全忘记了便捷酒店 还有一个专门运送垃圾及货物的后门 这个李娜很有可能就是从后门逃跑的 还有汪姐进入酒店也是从后门进来的 所以谁都没有发现她 你们酒店的后门 他们怎么知道 夏剑有点不解地问道 姚俊丽叹了口气说 他们提前就才好了点 而且还弄了把酒店后门的钥匙 就因为这是便捷酒店被处罚5000元的罚款 而且还要提交整顿报告 你说这是盗的宝媒 姚俊丽的话说完了 但夏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这就是她所认识的李娜 透过客厅落地式玻璃 已看到夜空中闽心点点 月亮如一条小船 斜斜地挂在了天空 姚俊丽长长地呼了低口气说 来喝酒吧 别把自己当作神仙了 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呀 自己差点也被绕了进去 夏剑心一横 举起酒杯笑着对姚俊丽说 今朝有酒精昭醉 莫等无酒空亡杯 放下了心理包袱 夏剑便和姚俊丽举杯痛饮了起来 自从S是被毒蛇咬了以后 他这些天以来 连酒杯碰都没有碰一下 今晚他要把这些天没喝的酒全给补上 大口吃肉 大杯喝着酒 夏剑完全是把自己解脱了出来 很快的 桌下面一放好几个空酒瓶 姚俊丽最眼迷离地对夏剑笑着说 帅哥呀 姐这可是进口红酒 一瓶好几百块 你怎么能当啤酒喝 哈哈哈哈 几百块钱的红酒 也不过如此 一点劲也没有 我看你还是多上几瓶吧 今夜不醉不归 夏剑嘴里虽然这么说着 但人已开始摇摇晃晃 说话也开始结巴了 看来他已经喝多了 姚俊丽呵呵一笑说 归什么归 我这里有的是房间 酒店出了这样的事 我看你就不要回去了 免得作恶梦 不行 君子爱色取之有道 我住你这儿成了什么了 传出去会被人说闲话的 夏剑可能是真醉了 把自己心里的话给说了出来 姚俊丽笑得花枝招展 等笑停了 他才说道 我们是谁呀 人家吃多了 没事干每天盯着你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不怕闹心 你就回去吧 回肯定还是要回的 不过这酒还没有喝好 我自己拿夏剑说着 便摇晃着身子站了起来 朝姚俊丽客厅的酒柜走去 这红酒的力道慢慢才挥发了出来 刚走了几步的夏剑 顿时一阵恶心 潜意识的他已料到 自己可能要吐了 他努力地控制着这种恶心 可是不行了 必须要吐 他极力地辨认出厕所的位置 两条腿不听使唤地扭动着 一米 两米 夏剑几乎是摔进了厕所 整个人一爬到马桶上 墙憋在喉咙的东西 便喷了出来 一阵天旋地转 夏剑觉得自己都晕过去了 吐了又吐 把今天晚上所吃的东西 一点不剩地全吐了出来 吐到最后 哪种难受镜让他暗暗发誓 酒他再不会动了 等在突不上来东西时 夏剑这才扶着墙壁站了起来 在洗脸盆上好好的洗了一把 人仿佛清醒了不少 他心里模糊地记得 这是姚俊丽家的厕所 他今晚必须要回酒店 可出了厕所 刚走了两步 酒精又冲了上来 他差点摔倒在了地上 慌忙之中 夏剑便双手抱住了墙 心里暗自使着静 我要回酒店 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脚步 感觉这路远的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 泥狐中 夏剑微微睁开了双眼 眼前是一张大床 大床上的被露白的如雪 一阵困意顿时袭上了心头 就算天塌下来 他也不管了 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他一个前扑 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清晨 忽然稀稀利利地下起了小雨 让路上的行人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姚军立家的别墅区内 一个大娘正忙着收拾雨中的蝉草工具 忽然一个不小心 手中的铁蝉把撞到了窗户的玻璃上 发出了咣当的响声 大娘吓得一吐舌头 慌忙跑开了 睡得正香的夏剑 被这一声惊了醒来 他睁开眼睛一看 房内的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 他想不起来 这到底是哪里 房内弥漫了一股诱人的香味 还有这大床 怎么如此的舒服 夏剑身子一动 才感觉有点不对 好像身边还睡了一个人似的 他用手一摸 便摸到了光滑细腻的肌肤 还有长长的头发 他惊呼一声 便坐了起来 扭头一看 我的天啊 身边躺着的正是姚俊丽 就见她揉着眼睛吼道 要死啊 人睡得正香着礼 瞎喊啥呀 我怎么在你的床上 这怎么回事 夏剑紧张地回忆着 昨晚的整个过程 姚俊丽坐了起来 白了她一眼说 问你自己呀 喝多了不让回去 还说偏要回去 上了洗手间出来 就跑到我的床上来了 沉得像头猪 想让你换个房间 可我拉不动 夏剑一听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我有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反正我什么 也想不起来了 七 醉得像个死人一样 能做啥呀 姚俊丽说着 倒头又睡 夏剑想了想 也是啊 这衣服都穿得这么正齐 应该没有什么事 再说了 姚俊丽也是合一而睡的 看到屋内大亮 夏剑才知 时间已不早了 她得回农贸公司 有好些事情 还要和慕容思思商量 下了床 轻轻地把窗帘拉了个缝 往外面一看 夏剑心里不由地叫苦 就见奶大妈正穿着雨衣 在院子里清理什么 下雨天 睡觉的话确实很好 夏剑看了一眼 睡得正香的姚俊丽 深深地被她的睡姿所感染了 何不再睡一会儿 要不这个时间出去 被奶大妈看到 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主意已定 夏剑确认 自己要再睡上一觉 可睡哪儿好呢 总都能爬上去 和姚俊丽睡一起吧 这孤男寡女的睡一张床上 难保不会出事 去隔壁房睡吧 床上什么都有 等会儿我让保姆出去了 你再回去也不迟 姚俊丽翻了个身子 忽然对夏剑说道 看来她并没有睡着 而是一直在暗中观察着 夏剑的一举一动 对她的心思也非常的了解 夏剑顿时觉得 她这样做 可能有点太对不起姚俊丽了 可是她不能这样做 否则将来会有更大的伤痛 夏剑一咬牙 便到了另一个房间 好久好久 她才睡了过去 什么 又泡汤了 王德贵大喊一声 气得把手里的茶杯摔在了地上 茶杯阴声而碎 里面的茶叶积水 泼洒了一地 网友发见老爸发大火了 吓得低着头 一声也不敢坑 从内屋出来的陈月琴 扭动了肥胖的身子说 你又中什么鞋了 发火就发火 摔坏东西哪可不值 这都是钱买的 你说你们几弟兄 能干点啥事 开个工厂 还没人要 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事 政府每天不是号召招商引资吗 这商来了 却问题出来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是你们本身的问题 还是有人故意刁难 王德贵气的用手 勒着抗炎 正在收拾地上茶杯碎片的陈月琴 瞪了一眼王德贵吼道 别砸了 拳头硬去河坝砸石头去 我早跟你说过了 办这样的事 还得你亲自出马 可你就是不动 我丢不起这个人 王德贵气得把眼睛一闭 再不吭声了 网友发捋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陪着小心说道 我听人说 这五十多亩河边地 咱西平村享租 混蛋 是不是这个下贱 又从中插了一杠子 王德贵怒骂一声 人也从炕上跳了下来 网友发小声地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是镇上给个村发了文 所以土地的流转 都必须对所从事的 开发项目进行审核 你给我老实说 你开的这工厂 是不是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一定的影响 王德贵一边穿鞋 一边小声地问道 网友发冷笑一声说 怎么会没影响呢 不管开什么样的工厂 都会产生污染物 这东西总得排吧 这一排 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我说呢 好好的不在南方开 偏要跑到我们这儿来 原来除了这边劳动力低廉以外 最重要的问题还在这儿 你不应该对我不说实话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整天怎么还像个小孩子 记住 事业是干出来的 不是吹出来的 王德贵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 便背着手出了大门 早晨的一阵小雨 让西平村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新 太阳不知什么时候 已悄悄地从云层了探出了头 原本想休息一天的村民 又从家里搬出了农具 西平村村委会的大楼 已建造得差不多了 一些个工人 便开始外墙打磨 经过此地的王德贵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唉 这外墙打这么光干什么呀 他忍不住朝一个 正在打磨外墙的工人喊道 奶工人停下手里的火 笑着说道 打磨光了 好贴瓷砖 王德贵一听 心里不由地暗暗想到 这外墙上一贴瓷砖 哪可就亮翻了天 这东西听说很贵 一般人家往地上都舍不得贴 这可倒好 村委会大楼的外墙 竟然还要贴这么费钱的玩意儿 真是一群败夹子 老村长 你这是要去上哪 一个上帝的村民 老远地给王德贵打着招呼 王德贵一听 有人喊他老村长 不由地心里一喜 身板也挺直了不少 他呵呵笑着说 我上趟是政府 看看我儿子说这句话时 声音提得老高了 夏剑这一觉睡得老沉了 等他醒来时 整个房间里洒满了阳光 原来雨早就停了 他慌忙翻身起床 就见姚俊丽穿了一身薄如蝉衣的睡衣坐在他的床边 夏剑看了一眼 就有点不好意思的把头偏到了一边 这你人的睡衣薄就算了 关键还是个吊带式的 除了露出两个香肩以外 胸前也是白滑滑一片 看着就让人想知飞飞 怎么 我穿这身不好看 姚俊丽说着 还在夏剑的面前转了个大圈 他可能是起床后洗了个澡 这一转 他身上的香味就扑鼻而来 夏剑没忍住 不由地皱着鼻子 狠狠地吸了两下 把一旁的姚俊丽逗得哈哈大笑 夏剑低着头说 你还是快换件别的衣服吧 这样我看着有点不习惯 假正经 姚俊丽骂了一句 便转身出了房门 夏剑暗笑道 我是假正经吗 不过姚俊丽这样穿 还真的是好看 就起码能让人精神一阵 热血沸腾 唉 这可不是自己的菜 只能看不能吃 出的房门 姚俊丽已在他哪性感的睡衣上 套了件外套 虽说还是看着 让人心跳加快 不过比起刚才来 可不知好了多少 中午了 我知道你肚子也饿了 我让保姆做了一盆荤面 吐过酒的人吃这个最好 赶快吃完了 就走人吧 我看把你给难为坏了 姚俊丽说着 把盛好了面 推到了夏剑的面前 还是女人会疼人 夏剑这个时候的肚子 如有人用手在里面抓 说不出有多难受 90%可能是饿了 看来这保姆的手艺不错 面香而不腻 正适合夏剑的胃口 她一声不吭地再吃了起来 一连吃了三小碗 姚俊丽都有点成不及 慢点吃 盆里还有 保姆下午三点钟才来 不知你急什么姚俊丽说着 便假装生气地 白了夏剑一眼 三下午除二 急碗面下肚 夏剑顿时觉得 这肚子里也好受了不少 赶忙起身 笑着说 谢谢你的面 我还会再来的 走吧 最好别再来了 姚俊丽一挥手 样子感觉很生气 夏剑一咬牙 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别墅 在路边挡了一辆车 急忙赶回了西平农贸公司 慕容思思和芳芳正在聊天 一看到夏剑 便笑着站了起来 夏总 你这是去了哪里 我有事跟你汇报 手机怎么打不通 不可能吧 手机怎么会打不通 夏剑说着 便掏出一看 我的个怪 手机都关机了 原来是没电了 芳芳冷哼一声说 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打不通了 没电了 你拿去给我充电吧 我和思思商量点事 夏剑说着 把手机和房卡 一并给了方方 她的充电器 正好放在酒店了 方方一走 慕容思思赶紧地 关好了房门 她好像知道 夏剑要给她说什么 要紧的事情似的 李娜出事了 你知道吗 夏剑低声问道 慕容思思扑通一声 瘫坐在了沙发上 一行泪水忍不住便流了下来 她哽咽着说 她出事是早晚的事 没想到这么快 什么 你知道 夏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慕容思思点了点头说 我在百零鸟时 就发现她所从事毒品的流转 为了劝她停手 我还被她打过 后来她看我有点碍眼 就把我送到了你这儿 你可能不知道 她和汪姐 历见我到你这儿的真实目的吧 什么真实目的 夏剑越听越有点糊涂 慕容思思尝出了一口气说 他们俩想让我心好心好你 让你上我的床 然后把你控制在我的裙摆下 想用你的吸瓶和作舍 为他们洗钱 没想到的是 你是一个不尽女色的木头 他们见计划失败 一度想让我离开农贸公司 夏剑听到这儿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差点中了别人的圈套 看来混社会的女人 心机太重 她还真不是对手 来你为什么不走 夏剑反问了一句 慕容思思呵呵一笑说 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而且你是一个值得 我去卖命的老板 我为什么要走 虽然陈三强派人多次威胁我 但我知道 有你在 他们不敢太嚣张 夏剑听到这里 惊讶地问道 陈三强派人威胁你 这是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还又忘了点你说 陈三强也被汪姐干掉了 而李娜却潜逃了 夏剑的话 同样让慕容思思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他半嗓了才说 他就是一头驴 被汪姐玩弄于鼓掌之间 就算汪姐不收拾他 那姐发迹了 照样放不过他 他死了也好 平都市少了一个恶棍流氓 夏剑尝了一口气 轻声对慕容思思说 过去的事 全当大家做了一场梦 梦醒了 就该干自己 应该干的事 李娜这女人心机太重 不是同道中人 她现在没有归案 你还是小心为上 以免被她给拖累了 应该不会了慕容思思有点不以为然 夏剑于是把前些天晚上发生的事 给慕容思思细说了一遍 没想到她听后却说 夏总 我看那姐并不是故意的 她有可能发现你就在便捷酒店 就她最合适而已 至于后果 她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慕容思思的说法 让夏剑心里多少好受了点 要不被一个女人当作棋子 她真是有眼不识人 白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 平都市市政府的大门口 王德贵费了老大的口舌 看门的人就是不让她进去 无奈之下 她脸一沉说 我是陈副市长秘书网友 道她罢王德贵 想看她 我儿子还不行 门卫是一个四十多年的中年男子 她情急之下 便给王友道打了个电话 可惜的是人不在 接电话的同事说 先让王德贵上来再说 于是 这人便放了王德贵的行 一脸得意的王德贵 又把双手一背 挺起胸膛 扩布上了市政府的大楼 她心里早都盘算好了 儿子有啥好看的 她今天来 专门就是为找市长而来的 不告到西平村的这帮家伙 她是事不罢休 市政府办公的地方 就是不一样 虽然人来人往 每个房间都有人进出 但几乎没什么吵声 给人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 顺着门牌号一路看了下去 一个副市长的门牌挡在了眼前 王德贵心里想 市长一天的事情可能更多 她这是去找副市长反应 可能效果会更好 一想到这里 便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陈副市长正在批阅文件 忽然看见王德贵不敲门 直接溜了进来 无形中眉头一皱说 老人家 你这是干什么 呵呵 你是副市长吧 我找你反应点问题 王德贵说着 自己在陈副市长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陈副市长扶了下眼镜 耐着性子说 老人家 这反应问题 有地方接待你 你怎么一下子就跑到我这儿来了 嗨 这位市长 您就别退辞了 我反应的事情 其他人管不了 而且 这还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你为什么就不听一下 王德贵一字眼地说道 他这辈子 当了大半辈子的村长 见过的最大领导 可比这副市长可大多了 所以他心里一点都不怕 陈副市长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乡下的老人 跑到他一个市长的办公室 竟然一点都不拘谨 而且说话中还略带有一点的官腔 这说明 此人必定见过大场面 所以他也不能轻视 于是微微一笑说 老人家 那就请挑重点 说说看 王德贵一听 呵呵一笑说道 我是平阳镇西平村的老村长 状告西平村县村委会领导班子 贪赃枉法 胡乱挥霍公有财产 这是第一条 陈副市长不由的一愣 这还是老村长告新村长的事 有点新鲜 他不禁说道 老人家 你告人家 可不能空口无凭 必须要有证据 有啊 我们村原本有村委会的 现在他们不顾村民的反抗 竟然盖了三层的小洋楼 而且连外墙都要网上贴瓷砖 这话的可是西平村全村人的血汗钱 你要知道 平阳镇一个镇政府连做办公楼也没有 凭啥一个村子就有 这不是挥霍是什么 王德贵越说越激动 陈副市一听 顿时想了起来 这个西平村可是全市的标杆 哪个村长下见 可是了不起的人物 全市会议上 市长都点名表场过 想清楚后 陈副市长这才微微一笑说 老人家 这个平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 人家的合作社搞得不错 全村的发展变化很大 村里有点钱 先建学校 再建村委会 这都非常的合理 不存什么挥霍之类的说法 嘿 村里人的家里都没钱贴瓷砖 村委会的办公楼上 外墙都要贴瓷砖 这还不是挥霍 你可不能观观相护 王德贵说着 激动的站了起来 陈副市长也是脸色一沉说 什么观观相护 我们市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不存在 欧阳红就是袒护下贱 招商引资 就是你们倡导的口号吧 这有人要在咱村开工厂 可下贱硬是把地弄到了合作社 把好好的一个工厂 给逼到了张王村 人家张王村的村长都答应了 可欧阳红却在这个时候发了文件 说什么土地流转 要政府职能部门审核 这明明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搞的鬼 王德贵怒睁着双眼 样子有点吓人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 开启下一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